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邓暉 李宗盛 《大人圆满刃应》 那今天我们再谈 《大人圆满刃应》 我读一段书文 莲华生大士指导我任运时 曾经已变化是我 大士站在我面前 锁一飞 左右各出来一位莲华生大士 加起来就有三位大士 三位大士再向前后一飞 在原来三位大士的面前面 出来三位大士 在原大士的后面又变出三位大士 这一下子就变出来九位莲华生大士 再来就变成满天空的莲华生大士 这种情形使我想起西游记当中的 一个孙行者他抓一把这个猴毛 头上的猴毛吹一口气 一只毛就变出一个孙行者 形态即使经以原来的孙行者一模一样 而且可以任行 做独立的事情 这个讲到的就是任应 那么任应他用这个来比喻 就是身外发生 身外发生 香港有一个同盟 他问我一个问题 师尊尚尚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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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这样子算 是不是矛盾 它已经转世了 图灯大吉上师已经转世了 那怎么它又来到 我们的这个护魔法会的会场呢 这不是矛盾吗 跟大家讲 在人间的脑海里面 的一切是矛盾 它已经转世了 怎么它又来到我们这个护魔法会呢 不是很奇怪吗 大家想一想 如果在法界里面 在真实的法界里面 其实都是真实的 法界跟人间是不一样的 法界跟人间不同 这怎么讲呢 也就是说天上有图灯大吉上师 地下有图灯大吉上师 在人间也有图灯大吉上师 在法界里面是可以的 佛法真正的三季一如 三季一如 横遍十方 上方下方中间八方 加起来刚好十方 横遍十方 十方法界都有图灯大吉上师 所以它的转世 跟这个它的法身到了我们这里 那是没有矛盾的 大家可以脑筋想一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